康哥主持人這一份這個 我們再看一下 他裡面很重要一點 在這一份民調25點 29點多是不是 對不起 他們兩個一模一樣 25.96 25.96 兩個一模一樣的民調當中 高桓是拿了33%國民黨的票 這是關鍵 如果這33%跑掉了 那他就輸了 那剛剛這個玉民在講 就是高桓今天 針對於這個林格仁 對他的攻擊跟爆料 就是說指控你這個男朋友怎麼樣 他的回覆我覺得不好 他說對於一個民調上面 毫無聖遺距離的人來講 在這邊學民進黨抹黑 你可以好好解釋嗎 因為我也去問了 這為什麼你這到底是誰 是不是因為男女關係 他並沒有跟我說明 可是他說這就是我的助理 那電話怎麼同一支呢 他說因為他是隨行助理啊 我立委的電話 沒有放在通訊簿上面 他自己有他的電話 但是所有在立法院 要打給高桓委員的人 就打那一支 那誰拿就他這個助理 這個誠信的助理 這樣打得合理啊 對 那他是不是是不是男女朋友 這個就由他自己對外解釋嘛 那是男女朋友 沒有問題又怎樣嘛 但是你不能 我跟大家舉個例子 我不要講名字 有一個曾經有個案例在議會是 就是女議員請男朋友當助理 可是男朋友人在國外 那這樣子就不行 如果沒有真的做地理的工作 那如果真的是助理 所以高安辦公室來講說 那顯然他這個誠信助理 真的是拿了隨行機啊 那所有人要打高桓案 他行程請託跑跑跑 跑紅白鐵就打這一支嘛 那誰接就這個隨行 那他如果不是隨行 他怎麼會接呢 所以他有在做工作 他今天有回應說有關個人私領域與工部門無色 請容保留空間 他就不想回答 這個就是 就是網絡的方向 就等於是責任了啦 那就要倒回來看 就是他有沒有真的做工作嘛 如果他沒有做工作那不行啦 就違法的 沒有他說這個有 他說絕對沒有違法 對就是做工作嘛 他就是他是有做到這件事情嘛 可是觀眾朋友我講跟白一點 今天禮拜二 禮拜六的時候 韓國瑜要去幫林根仁站台了 那韓國瑜他的魅力 他到處去以後 還有他的那個二十幾%的韓粉 韓國瑜支持的 可是他出來了 那林根仁現在民調確實是比較低 那高桓你不要刺激他的國民獎支持者 你有拿到33%的國民獎支持者 你這樣講完話 有可能又跑回10%了 韓國瑜禮拜六方 林根仁一站台又跑回10%了 那你就沒有這一塊 你就輸給沈慧紅了 沈慧紅他現在目前是這樣 他他沒有太多的這些魅力 可是他最大的好處跟陳時中不一樣 就是陳時中本身就是仇恨時來源 大家都看陳時中疫情啊 一萬多個人過世 看了他我不想投 有民進黨資格跟我講說 我們家都是綠的 這一次呢 還是會投給民進黨議員 可是陳時中他不投 也投不下去 不會投給黃三位 不會投給蔣光安 但是我不要投 因為我投不下去 這種民進黨資格對他失望的 那是陳時中本人 回過頭來看沈慧紅呢 在新竹爭議大的是林智堅跟柯建民 所以林智堅柯建民仇恨值高 沈慧紅本人倒是 你看講話也是沒有存在感的 講好就是仇恨值不到他身上 所以當所有的主持人回來的時候呢 沈慧紅再往上走 那剛剛我們在看前一份的那個TBS民調 蔣光安被拉近本來已經18% 現在變成10% 代表蔣光安的事事有點往下 他正好掉了3% 我注意去看這個民調 來觀眾朋友你看一下 這邊有個走勢圖 TBS民調這個其實非常的solid 你可以看到過去三次從6月到現在8月10月 然後到這個10月底 這四次你看他的數字加起來有沒有 他都是85 10打10的 他只是移動而已 所以上次蔣光安40現在變37 3%跑掉 黃珊珊23變21 2%跑掉 這3加2 5%通通跑去陳時中那邊 22變27 所以他正在位移當中 民進黨在台北市 賣賣賣賣也有一包台 我都一直認為會有35% 可是我並不認為蔣光安會輸啦 只要他能夠維持住40% 連勝我也是40.82 丁守中也是40.82 只要蔣光安能夠維持40% 他就可以贏過 即使拿到35%的陳時中 不過基本上就是說我看高環可能因為他比較新一代的人 他想打一個新一代的選法 但是在新竹到底通不通我不知道 高環是這樣回答的 他說 我現在一直努力維持乾淨的選風 從來沒有對其他兩個候選人的私生活 從事爭議性的行業或他的家人有所著墨 說不打你家人 我就是我們來選舉 那林個人提的是個人私領跟公部門無色 所以我不回答 但是我保證你 我絕對不違法 也沒有以示害公 我沒有問題的 有問題你就告我 你就查我們 我覺得這也是對的 你不能說它是不對 但問題在台灣選舉能不能做到這樣 甚至在美國都不能做到這樣 你看美國那個選舉 就要川普搞什麼鬼啊 跟那個希拉臉 那時候你記得嗎 那時候打到簡直是難看到幾點 這麼骯髒 郭壽光兄我跟你講 因為蓋洛普這個民調我有看 沈慧紅20到39 他是35.8 高宏安只有22.9 這跟直覺差太遠了啦 沈慧紅在20到39歲 遙遙領先其他兩位候選人 這誰能夠想像呢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因為這做不到手機 所以那一塊到底什麼不敢講 手機那一塊我真的不敢講 所以到時候看這種民調 你說現在就能講到 誰當選誰都不當選 我覺得都不敢判斷 請支持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